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 二号在新加坡登场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发表开幕演说前 先与东道主进行场边会谈 香格里拉对话前 大陆拒绝美国提议让美中两国国防部长 利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机会进行会晤 对此澳斯汀直呼很不信 虽然见不到大陆防长李尚福但美国依旧和日本密切合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号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音举行会谈 奥斯汀和冰田同意彼此加强合作 因应中国大陆和北韩与日俱增的威胁 更再度确认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重要性 至于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则是在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会晤时 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三个决步 而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还包含美国与亚太地区安全 亚太危机管理新挑战以及全球与地区安全威胁等六场讨论会 包含欧洲将要搭法国印尼以及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国国防部长都已经确定参加 这个林韩作报道